倘若您梦想有一个真实爱的亲密婚姻关系 渴望一个温馨的家庭并明白性的真谛 欢迎您来参加11月9号星期一美西时间晚上10点到11点半 由缴生护家中心举办的幸福婚姻的秘诀视讯讲座 以便决定该如何调整自己 本次讲座特别为美西餐饮业和晚下班的朋友们预备 并开放给亚洲欧洲地区11月10号当地时段同步收看 欢迎上网familyrebuildingcenter.org活动预告栏目下报名 亚洲欧洲地区有不同的连接可以报名 11月8号截止 完成报名后请查收电邮通知Zoom Meeting ID和密码 已被线上参加讲座 美国癌症协会加州分会与世华工商妇女器官协会 大洛杉矶分会将于11月14号星期六下午1点到4点 举办亚裔癌症预防研讨会视讯讲座 邀请来自UCLA UCSF及City of Hope等大学教授与癌症中心医学专家 主讲癌症监测如何说明亚裔癌症防控 肺癌治疗精准医学应用 了解遗传性癌症综合症和基因检测 即乳腺癌筛检与预防等六大议题 会中并有线上活动展位 癌症幸存者分享和免费抽奖活动 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登记 或届时登陆Zoom Meeting ID 892-0082-2339 或拨打电话1-669-900-6833收看 研讨会以英语进行 同时提供普通话翻译 欢迎参加 北加州文化体育协会 将于11月14号早上11点到下午2点 在Sennosei的Murdoch Park 举办感恩野餐会 邀请各位关心爱护文体会 与童安节的相亲朋友 义工团体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 大家出来公园 散散步 走一走 聊聊天 COVID期间 大会将准备个别的餐盒 不分享食物 可随意在公园吃 或带回家享用 报名请email至 info at tcsausa.org登记 并请著名参加人数 姓名及联络电话 期待与大家见面 登高世界基金会 伯利特国际教育中心 与Almedan Tea Party 将于11月14号星期六 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举办主题为 《让孩子学会情绪处理的秘诀》 线上讲座 讲师Eric Lowe USC研究所硕士 专研于青少年心理健康 和家庭教育 讲座大纲包括 《北美华人家庭孩子情绪相关困扰现状说明》 父母生气的原因探讨 和情绪对于亲子关系的影响 情绪处理的三个秘诀 即情绪处理实际情景演练和解析 报名及更多详情 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报名成功将会收到 本次会议Zoom连接电子邮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